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的视频呢,我们给Ubuntu服务器安装一个Web服务器Apaq 然后呢,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 让您能够呢,简单的提供自己的网站服务 好,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在现在来说呢,主流的Web服务器呢,包括两个 一个是Apaq,一个是NGX 咱们分别介绍一下啊 首先呢,Apaq它是非常经典的 而且呢,功能非常强大的Web服务器 目前很多的大型网站呢,其实都在使用Apaq来提供静态网页的服务 同时呢,Apaq还提供的服务呢,也是非常的稳定 以我的经验来看啊 目前我使用的Apaq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错误 而且呢,Apaq提供的功能模块也是非常的多 它呢,能够扩展出非常丰富的功能 比如说负载均衡啊等等 几乎呢,它能够应对一切网站架设的需要 当您如果说做个人网站的时候呢 当然公司网站也是没有问题 我呢,推荐您首先使用Apaq搭建您的Web服务器 接下来咱们再聊聊NGX服务器 NGX呢,它是新型的Web服务器 其实它本身并不是Web服务器 它呢,属于代理服务器 它呢,是介于客户端与Web服务器的中间层 它一般用于提供缓存、反转、过滤等等功能 相对于Web服务器来说呢 NGX它提供的稳定性相对较弱 但是呢,速度非常的快 据说啊,它一秒钟同时响应5万个左右的客户链接 像淘宝这样的大型网站呢 都是采用NGX内核的自定制的Web服务器 淘宝网站的采用服务器可能叫做Tingin 应该是 我以后呢,也会讲到NGX服务器的使用方法 其实我的个人网站也是采用NGX搭建的 不过今天呢,咱们还是主要讲一下Web服务器中的老大哥 阿帕奇服务器的安装以及使用方法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作业内容 第一,安装阿帕奇服务器到本地系统中 下面呢,为大家写了一下阿帕奇的安装步骤 我们来一一确认一下 首先咱们通过apt cache show命令 确认一下咱们安装包的信息 好,下面咱们一步一步来做一下 咱先通过SSH命令登陆到上次咱们建好的那台Ubuntu的服务器上去 然后输入口令进入 好的,已经进来了 然后呢,咱们执行这个apt cache show Apache 2命令 看一下咱们这个安装包的包信息都是些什么内容 好,我在这个地方执行一下 OK,咱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包信息哦 我往上拖动一下滚动条 这个信息比较多啊,请稍等 好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阿帕奇的信息 首先是package 这个包的名称,阿帕奇2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是优先级,是可选 系统呢,不自带 第三个是它的这个分类 咱们是web服务器,这写web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这个比较重要 是版本号 咱们这次安装呢,是2.4.7 注意一下这个版本号就可以 接下来,这是对这个软件包的描述 这地方是说是阿帕奇 然后,大家请注意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是它的,这个软件包的支持期间 就是说,这个软件包在5年之内 ubuntu的官方网站都会给咱们进行自动的更新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咱们出于学习的目的安装一些软件呢 可能不用去太关心这个支持期间 如果是咱们真正公司需要做项目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咱们选择5年以上支持期间的软件包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咱们使用NMAP命令来扫描一下咱们本地的端口 看咱们本地都开了一些什么TCP的服务 咱们现在执行一下 大家请看,已经出来了 本地所打开的端口呢 只有22,就是这个 SSH的服务 其他的服务呢都没有打开 那么当我安装完阿帕奇之后 本地应该开一个HTTP的端口 也就是80端口 咱们试一下 我通过apt-get install命令呢 本来往系统中安装这个ApaT2的软件包 咱们现在马上安装 不过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咱们是往系统中安装软件 所以呢我在前面加上一个SU-do 来表示我以管理员的权限安装 如果不是管理员,咱们是不能往系统中安装软件的 好的,现在应该是已经安装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用NMAP命令去扫描一下本地的端口号 看咱们本地是不是已经打开了一个80的HTTP的端口 大家请看,80端口呢已经显示出来了 服务描述呢是HTTP 说明ApaT2的这个软件包 已经成功的安装到了咱们的系统中 接下来呢 请大家使用屏幕上我打印出来的这行命令 测试一下本地80的端口 是否有生效 如果生效的话呢 会像我现在这样显示出来具体的网页内容 当然您这个步骤呢 也可以使用您普通浏览器进行测试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ApaT2的配置文件 大家请看ApaT配置文件的目录呢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斜线ETC斜线ApaT2 我们进入这个目录 咱们看一下这个目录里面具体有什么内容 通过LL命令呢 把这个目录内容已经夺列出来了 咱们注意看一下每个文件 或者说每个目录的具体的作用 首先是ApaT2Config文件 它呢是ApaT的全局配置文件 记载着服务器呢基本的内容 一般这个文件呢不需要咱们改变 好,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设置文件的使用方法 咱们大家注意看 设置文件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conf,available 一个是conf,enable 这两个文件夹呢是一对 换句话说 咱们把基础的设置文件 放在available里面 如果咱们启用文件呢 把启用文件的链接 链接到enable佛罗达里面 其实这个做法呢 是Ubuntu系统的非常标准的做法 不管是ApaT 包括NGX呢也是一样 有一个available属性 放置基本的设置文件 有一个enable属性 来放置咱们启用时 所使用的文件夹路径 大家请看下面的模块 以及site 网站配置文件的使用方法呢 也都是完全的一样 它是一对一对存在的 在今天稍后的例子中呢 我会给大家讲到 模块以及网站配置的使用方法 大家不要着急 这个地方呢 咱只要有一个感性的概念 就可以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了一下 都是available和enable 这一对属性组成 然后呢 咱们设置一些个内容的时候呢 通过 这也是一对命令 一个是启用设置 一个是禁止设置 这是启用模块 禁用模块 启用一个网站 禁用一个网站 也都是命令行呢 也都是一对对存在的 看起来呢 其实有点复杂 但是使用起来呢 是非常的简单 一会儿我们呢 会看到他们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大家不要担心 好 咱们再往下看一些其他的文件 这个呢 是存放环境变量的文件 一般呢 不需要修改 咱们呢 实际把这文件打开 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使用cat 加上文件名 大家请看 这里面就是一个标准的系统变量 或者叫做变量名称的输出 没有什么其他的 不过呢 咱们也不需要修改 一旦修改坏呢 可能Apaq启动不起来了 这个得不偿失 好 接下来呢 是magic文件 它呢 是http协议传输时 所用到的多媒体类型 这个文件呢 一般也不需要修改 咱们呢 显示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看一下 因为咱们在使用http传输时 不仅仅是传输文本 比如像这个地方 传一个zip的文件 或者是lha的压缩型的文件 包括现在这个地方 一个二进制的流文件 都是有可能的 比如咱们下载一个 二进制的文件的话呢 其实流文件 在http投传输时呢 使用的是二进制的格式 不过这么细节的东西呢 咱们大家可能先不要掌握 只要知道这个文件 咱们不修改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端口配置文件 post.conf 它呢是配置服务器的端口 一般来说http呢 咱们用80 https加密传输呢 咱们用443 这个呢 是internet的统一的规定 咱们呢不需要修改 不过您在企业内部 开发网站的时候呢 可能根据情况呢 需要各种各样的端口 那个时候呢 咱们在企业内部 可以自由修改 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好 咱们看一下post.conf文件的内容 首先是个Listen80 说明咱们阿帕奇默认真听80端口 这是标准的端口 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说 如果您使用了SSL安全套接字模块的话呢 您可以真听443 同时您又使用了TLS安全套接字模块的话呢 您还是可以真听443 SSL和TLS呢 是安全套接字的两种协议 咱们现在呢 没有必要了解这么深层 咱们只要知道 它是https使用的模块就可以了 关于htps呢 我简单的说一句 就是说咱们在网站上 如果输入咱们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个URL 是以https开头的 否则您输入的信息 不被加密是非常的危险的 好 咱们往下看 关于模块的使用 在这里呢 为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启用一个模块 就是这个AR in MOD命令 咱们呢 在使用这个命令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系统中默认给咱们安装了哪些模块 咱们呢 进入MOD Available 咱们看一下 这个文件夹下呢 都有什么文件 大家请看 系统当前所默认给它安装的模块一览呢 已经显示出来了 然后咱们再进入另外一个文件夹 MOD Enable 看一下咱们系统中 实际正在使用 哪些模块 大家请看 下面的蓝色字 就是咱们系统中正在使用的模块 换句话说 上面的绿色字呢 是系统中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多模块 供咱们使用 然后咱们实际上使用那些模块呢 其实是下面这些蓝色的模块 是说咱们正在使用的模块 这次呢 咱们增加一个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SSL 咱们要把这个模块启用起来 咱们看一下实际执行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咱们呢 在命令行的部分输入SU2 A2 ENMOD 说明咱们要启用这个模块 并且呢 是关联身份 然后咱们把模块名写在后面 当然呢 您可以不写 如果咱不写模块名的话 咱们按回车 咱们看 系统中可用模块一栏表都显出来了 咱们呢 只要把这个名称拷贝过来 然后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咱们找到刚刚咱们要的那个SSL模块 在什么地方啊 咱们找一下 在这个地方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呢 咱们按回车键 启用 好的 大家请看 系统已经提示咱 SS模块呢 已经启用成功了 并且让咱们使用ServiceApache2 Result命令呢 重新启动Apache的服务 在重新启动Apache之前呢 咱们先确认一下 模块enable这个文件加下 是不是已经启用了 咱们设置好的那个SSL的模块 首先上面呢 是没有SS模块的 刚刚咱们设置完之后 再显示一下的话 大家请看 SSL.config文件呢 已经在这里了 说明这个模块呢 已经启用了 然后咱们通过 ServiceApache2 Result命令 重新启动Apache2的服务器 好的 Apache2已经启动了 咱们看右边写着OK 说明这个Apache2启动呢 没有任何的错误 成功启动 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个警告呢 咱们不用管 一会儿呢 我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把刚刚启用的SS模块 咱们把它禁用起来 咱们试一下这个命令 还是在控制台上 咱们敲SU2 this mode 大家请看 下面屏幕中显示出来的模块 就是说 咱们可以禁用的模块 换句话说 是正在使用中的模块 咱们看到这个SSL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模块禁用掉 咱们手工敲 然后回车 好 已经禁掉了 系统提示咱 重新启动阿帕奇 咱们看一下 刚刚的SSL文件呢 已经不存在了 说明确实已经把这个模块 禁掉了 然后 咱们重新启动阿帕奇服务器 还是刚刚的那个警告 咱们不用管 马上呢 我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重新启动阿帕奇服务器 咱们往下看 接下来是设置服务器的名称 就是要解决刚刚咱们那个警告的问题 咱们看一下 首先 咱们要编辑一下 阿帕奇2.conf文件 这个呢 是阿帕奇全局设置文件 大家谨慎编辑 因为我呢 测试过 所以呢 没有问题 我在这个文件里面 加一行 Server name 来把这个警告消掉啊 咱们稍等 好 我把这行命令拷贝过来 我假定我的这个自己的域名呢 叫做myvideo.com 好 我加入之后 存盘退出 同时我再启动一次阿帕奇 大家请看 启动时候呢 刚刚那警告已经没有了 就是说阿帕奇在末日安装的时候呢 并没有给咱们设置服务器的名称 需要咱们自己设置 非常的简单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如何设置阿帕奇的文档目录 换句话说 就是如何用阿帕奇 搭建一个咱们自己的网站 在这里呢 我给出了咱们具体的操作步骤 咱们从上至下 咱们注意执行一下 首先第一行 咱们进入阿帕奇的设置主目录 好 目录内容呢 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接下来 我把那行给删掉了 稍等我恢复一下啊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本地有哪些网站是可以使用的 咱们检索一下 SiteAvailable文件价 大家请看本地有两个网站可以使用 一个是000Default 一个是DefaultSSL 那么好 咱们再看一下当前使用中的网站又有哪些 大家请看 当前使用中的网站只有一个000Default 而且它的颜色呢 也是不一样 说明它这个文件仅仅是 SiteAvailable下00Default文件的一个符号链接 它呢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文件 这点呢 请大家注意 这个符号链接的做成呢 就是用刚刚咱们所说明过的 AR Enable AR Disable等等 好 下面我把这个网站禁用掉 咱们看一下该如何执行 咱们呢 使用AR DisSite的命令 大家请看 目前使用中的文件呢 在这里面显示出来了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把它禁用掉 回车 系统提示咱再启动一下Apaq的服务器 咱们呢 暂时先不启动 咱们先看一下 刚刚的网站是不是已经被禁止掉了 咱们执行SLL 然后看一下SiteEnableFollow的 大家请看 这个Follow在下呢 什么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 现在咱们Apaq服务器 没有配置任何的网站 咱们呢 重新启动一下 让它生效 好 现在的状态 就是Apaq没有任何的网站 咱们使用刚刚的命令 CURL看一下 现在Apaq的80端口 是个什么状态 大家请看 返回的信息当中 没有任何的内容 它的Title部分呢 仅仅是一个 Index of Slash 说明这是没有配置任何网站的Apaq 把根目录的系统返回回来了 接下来呢 咱们配置自己的网站文件 在Site Available目录下 好 咱们通过这行命令 建立咱自己的myvideo.com 网站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的内容呢 我提前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就是这个部分 我把它拷贝过去 然后呢 注意给大家做一说明 首先第一行 说明这是一个虚拟主机 占用80端口 接下来呢 是咱们的主机名 或叫做咱们的域名 3w.myvideo.com 接下来是Server Admin 这个呢 是网站管理员的联络邮箱 写上进的邮箱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 是Documental Loot 这个非常的重要 是指着咱们本地网站的目录在哪里 一般的HTML CSS呢 是配在这个目录下面 接下来的IRLog是说 当Apaq内部发生错误时候呢 如何输出错误的日志 最后一个Custom Log是说 Apaq正常工作时 如何输出日志 日志的格式呢 大家请看 这地方用Compound 这个文件呢 是Apaq网站配置最简单的内容 为了让您呢 好理解 我就不再增加更多的内容了 接下来咱们通过MKDR的命令 咱们建立咱们的网站主目录 回撤 就是这样 大家请看 我把这个目录建在WAR文件夹的3W文件夹下 同时是咱们的子网站名 如果咱们有多个网站的话呢 可以在3W下建立多个目录 好 我现在给这个目录附上我自己的权限 默认的话呢 是管理员的权限 非常的危险 所以呢 咱们附上一般运户的权限 就可以了 好 咱们附完全限之后呢 进入这个目录 好 进入这个目录之后 咱们编辑index.html文档 这个文档呢 我提前已经帮大家建好了 内容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下面这一段标准的html5的网页原代码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启用刚刚设置好的这个myvideo网站 咱们呢 使用ARenable set的这个命令 好 咱们在这个命令行试一下啊 我按 啊 不好意思 我按了两行回车 咱们重来一次 按一次回车 大家请看 有三个网站可以供我使用 我呢 选择刚刚咱们建立好的myvideo回车 然后呢 系统提示我重新启动APA级服务器 那么呢 咱就重新启动APA级服务器 如果成功的话呢 咱们的网站就能够正常显示在80端口上了 好 最后咱们用CURL命令 执行一下本地的80端口 看它是不是已经正常显示 小马视频频道 没有问题 正常显示出来了 说明咱们APA级为咱们的网站正常开始工作了 当然 这个HTTP加IP的方式呢 您也可以在CLOM等等浏览器中测试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也希望您呢 能够留言和我讨论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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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